很多话友都会提到一个问题 怎么给这个兰花植料消毒 这段时间也是兰花换盆的最好时期 所以这个问题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我们在家庭养兰花 怎样给这个兰花植料消毒是最适合的 这个兰花植料消毒有很多种方法 一般这种兰花植料在大棚养殖的话 他们都会选一些药品来给这个兰花植料消毒 比如说这个多菌磷、百菌氢 按照一定的比例 跟这个兰花植料混合 给它进行消毒 这种消毒方法 会对这些植料残留一些药物 对以后这个兰花根气生长多多少少 都会有一点副作用 那么我们在家庭少部分养兰花 一般我不会推荐大家用这个药品消毒 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这个兰花植料调配好之后 然后放到这个花盆里面 放到这个花盆里面 先不要种上兰花 然后我们把烧开了开水 直接倒到这个盆堵 跟盆跟植料一起消毒 这种方法是最好的 然后再用清水再过上一遍 等它晾干 我们就可以摘中这个兰花了 这种方法非常简单 而且效果也非常好 后期也不会引起一些兰花根系起来的副作用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我们家庭养兰花呢 怎么给这个资料 希望大家可以按一会儿 现在我们发现像也安排的证明 逐渐的电源 我们就能参照